习近平随后来到黄姑区三台字街道牡丹社区 该社区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共有三千多户居民 近年来经过基础设施改造和服务改善 成为基层治理示范社区 习近平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向社区工作者了解当地加强基层党建 改善人居环境等情况 在群众活动中心 习近平同幸福教育课堂的师生亲切交流 习近平指出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事关国家和民族未来 事关千千万万家庭幸福安康 社区要积极开展各种公益性课外实践活动 促进未成年人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心灵健康 随后习近平来到养老服务中心 向老年志愿者了解当地开展为您服务等情况 在老年志愿者 习近平 习近平向正在用餐的老人们询问饭菜价格贵不贵 社区服务好不好 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 习近平走进居民 离水家中 查看厨房 卫生间 卧室等 之后在客厅落座 并同一家人亲切交谈 大家告诉总书记 社区经过改造 冬天屋里暖和多了 道路积水的问题也解决了 环境好 心情也好 现在孩子上学有着落 老人看病有脱底 邻里和睦就像一家人 看到他们日子和美兴旺 习近平十分欣慰 离开社区时 居民们热情欢笑在习近 习近平对大家说 小康梦 强国梦 中国梦 归根到底是老百姓的幸福梦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奋斗 都是为人民谋幸福 他指出 老旧小区改造 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 让老百姓体会到 我们党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 党始终在人民群众身边 习近平祝愿大家 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发展中 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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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纸